欢迎继续收看VO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那么11月2号新疆自治区纪律检察委员会发布消息说 新疆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副社长赵新卫 因妄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重大工作方针决策和决定等 严重违纪行为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并涉嫌违法犯罪而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赵新卫成为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个因为新增加的妄议中央条款而受到陈储的官员 那么妄议中央开闸的第一刀为什么落在新疆官员的头上 此举对于中国官场起到什么样的震慑作用 对中共八千多万党员的言行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 包括原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赵岩先生 时政评论人士沐云超先生 以及从广州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姚姚先生 我们的热情电话仍然开通 希望各位拨打这个400 120051 来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提出问题 好 赵岩先生我想先请教您 我们看到这个您认为 为什么这个妄议中央这个开闸的第一刀 会落在新疆这个日报的总编赵新卫的头上 第一呢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决定 他里头有说反对这个民族分裂暴力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 他的言行跟中央这个不一致 那这三个这三句话就就不仅仅是妄议中央的问题 其实法律也有好多规定 但是什么是妄议中央这就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其实那个妄议中央的第一个公开处理不是他 而是那个河北的省委书记周本顺 周本顺那个接周本顺的赵书记 从那个贵州调过来上讲台 第一次讲就说我们绝不妄议中央 在唐山有个讲话 对 那应该受到处分第一个是他 是 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刚刚开始实施了 这个共产党纪律条例处分 就是处分修改之后是他 可能但是直接像你说的周本顺可能是 因为妄议中央被受到处分的官员 对 是 好 那个温云超先生 您怎么看到这个妄议中央这样的一个规定 一个说法 我们看到有个说法就是说妄议中央关键是在妄 那么这个议议中央的这个政策决定也好 这个跟共产党所要主张的这个参政议政 尤其是共产党这个官员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好 那个其实在这个话题 妄议中央其实跟刚才我们这个话题 造谣入罪其实我们应该结合起来看 也就是说在中共现在的管制室内下 以我的总结叫做前面控制不留死角 也就是说他对党外的人他们是用这种造谣入罪的方式来震慑 整个社会对党内的妄议中央这种方式来清除或者是压制党内有任何不同的声音 那其实在中纪委网络市主任马森回答我提问的时候 他解释了何谓妄议中央 这个也是共产党章的一个条理 只有在公众场合 公众场合对中央的政策提出非议 这才是网络中央 这个46条已经罗列了就包括了近期网络 网络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 座谈会的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包括一般我们意义上说的 是党内生活会或者党内的讨论 所以这个后来马上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 他们也提到就是说有话要当面说在台上说 但是问题在意就是在中共党内严酷的这种斗争的环境下 如果你在当面或者台上公开的对中央的政策提出非议 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最新的一个治理方面 就是全面控制不留私交 全社会和党内全部压制这种不一样的声音 好 瑶瑶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为什么网络中央这个第一刀落在新疆的日报 总编照新卫的头上 就是除了这个民族 除了他非这个民族政策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有什么了解 第一刀为什么落在新疆的这个问题 我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信息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 在这个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两年 这个从这个共产党这个中央政府 他推出了非常多的政策 然后呢有一些有一些细节是在这个一些 尤其是地方上的这种官场上 他们事实上是有一些这种试图做一些这种消极的反抗 比如说据我们了解的就是说 像这个最近这个像这个双规啊 或者说抓这个贪腐官员啊 这个这个非常的普遍 那么呢地方官员 他事实上现在形成了一套这种 自己的这种互相报处这种做法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是如果有人要被双规的话呢 那么他是提前把这个消息先告诉他 让他去处理家庭处理后事 这样子他事实上就和这种中央 直接想通过这种 这种惩治贪腐 然后来管理官员的这个意图呢 就有一定的这个冲突了 因为他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 地方官员的一种自我的防御机制了 所以当这个妄议中央出来了以后呢 他事实上就完全是通过一种 这种加法的形式呢 把这个官员的这种 就是地方官员的这种 互相抱团这种取暖 然后呢和这个中央的一些 就是说和中央的做法来 来这个进行一些消极抵抗的这样的 有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瓦解 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可能这个 不完全服从于这个 这个跟着这个中央的这个指挥棒走呢 那么他就可能会被以妄议中央 这样一条又是一条口袋 然后来进行处理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呢 第一刀落在新疆这个确实 目前还不太清楚具体情况 但是呢可以看见的是呢 这是一个他对他的整个官僚系统 现在有一定这个官僚系统的控制呢 有一定的这个失控的趋势 然后呢通过妄议中央呢 这样加强这种 他的这种内部的这种法规的整治呢 然后呢试图强化这个官僚系统的 这个向心力来去除掉那些 试图这个与这个中央分庭抗击的 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行为 赵云先生 他提到这个地方官员这种 抱团抵抗这个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 就是说赵新卫被双开 被收到司法处理 那跟实际上上也是 等于是清洗周永康在新疆的旧部 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知道那个之前那个新疆党委书记 是王乐泉跟周永康的关系是非常好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分析 从他的个人简历上看 他已经在新疆工作好多年了 那他是11年到了这个新疆日报 是新疆日报的党委书记 那从这个人脉上讲 他应该是王乐泉带过去的人 因为新疆去了很多这个原疆干部嘛 汉族的原疆干部 从这个人脉上讲 他是王乐泉的人 也应该跟周永康有一定的瓜葛 但是最重要就是 刚才这个瑶瑶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妄议中央 这妄议两字怎么讲 刚才北方也说到 就是不摆事实啊 不讲道理啊 不明就里啊 不分方式啊 不分地点和场合 也不管影响 这是中央纪委一个姓马的这个领导讲的 马森树 但是我们要说这个妄议 到底这掌握坏权 掌握在谁手里 你比方说这个 胡耀邦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 赵紫阳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 你邓小平和陈云 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了 而且是八十多岁以上的 这个普通党员了 那你对胡耀邦和赵紫阳 你说他们是自由化 你是不是妄议中央 就是话语权和权力 掌握在谁手里 谁的嘴大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掌握军队 你就是中央的书记 那别人可以说你是妄议中央 你如果掌握了军队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的权力可能就是 你的话语权和你的枪杆子 握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话语权可能就强势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最近有人说 说反腐扰乱了经济 使经济指标下滑 这是很多地方官员 尤其自己腐败的官员 就强调这一点 那么我们都知道一开始 2012年11月份 就这个时候到12月间 中纪委找令计划和周永康谈话 那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谁呢 第一个做出反应就是胡锦涛 胡锦涛说 这样干下去就要亡党亡国 那他是不是妄议中央 那他妄议中央了 那个中央要对他怎样的处分 这样的信心 我们只知道他有过这样的话 但是如果拿妄议的讲 那胡锦涛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也要开除党籍呢 就是谁掌握坏权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那就是谁当权 谁的权势大 对你的权力大 你掌握枪杆的 你掌握笔杆的 那就非常可能用来作为一个 党内斗争的一个工具 对啊 你比方说最近这个 从6月份开始 大家没有注意到 那个加拿大有一个 那个新闻记者叫江维平 他也注意到 我在香港也注意到 中宣部刘其宝 组织了这香港25家媒体 包括这个在香港的这个 艺人士主办的这个媒体 前哨都卷进去了 对这个重庆 五个重庆重新肯定 而且呢 在这个五中全会没有开之前 就说黄岐帆肯定掉中央了 那你这从某种角度上讲 你是不是一个妄议 你对薄熙来的这个五个重庆 是肯定还是批评 那显然就是肯定了 如果你对薄熙来的 所谓的重庆唱黑打黑的模式 进行肯定的话 你对中央是不是一个妄议 那对刘其宝有处分吗 对主管刘其宝的刘云山 有处分吗 要不要也像清理这个赵 赵钦 赵钦卫 赵钦卫一样 也把他们两个开除党籍 这你不能管 对一个中低级 中高级的干部 来进行这个妄议的处理 对高级的干部 我们现在看不到啊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那个周本顺是妄议中央 就是他在这个会上没有说 在背后给江和胡打报告 说现在这个 因为反腐败河北 经形势不好 他就把这个事说出来 那就是省级的干部 和厅级的干部有处理 那比省级的厅级 更高的这个妄议中央的干部 要不要处理 你既然是党章 你党章面前一视同仁 那胡云涛说反腐败 亡党亡国 是不是 抓另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 要不要处理 这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问题 谁来掌握 是 好 那个温云超先生 您怎么看到 就是这个 就是对赵新卫 开刀这样的一个举动 对于中国官场 会起到多大的一个震慑的作用 我想就是说 中共竟然选择了 妄议中央这么一个词 大家知道妄议这个词 既不是法律用语 也不是一个很规范的 规范的社会用语 然后呢 他这种一意不详的这种东西 他来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次拿赵新卫开刀 纯粹就想撒一紧百 他就想通过这种方式 非常明确的给党那一个信号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你们就得听着我这个党东央走 至于刚才赵源提到的 谁是党东央 确实这是问题的关键 谁有权谁就是党东央 但是我有点不太同意 就是刚才赵源不断地反复提到的 那中高层妄议了 那高层妄议怎么办 其实对在我的观察来讲 对于一个中共这种 这是一个黑社会 或者是地下党式的机构 离现在意义上的执政党 还差得无穷远这么一个团体 他们内部的加法 有多残酷有多严厉 我觉得都无所谓 反正弄来弄起都是他们自己的国州 他们越残酷 其实对于民间来说可能还越好 因为越残酷 说明他们的危机现在越深重 他们出问题的机会也就做得越大 所以我其实 如果改天他们要回到AD团 回到延安时候 把王室内直接杀了 埋了这种方式 我觉得我也乐见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 我们作为一个外面的观察者 应该有的姿态 而不在乎谁被处理的谁没处理 那是他们党内的事情 好 姚姚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了 刚才好几位嘉宾都提到 就是这个中纪委官员马森树 就在解释什么是妄议中央的时候 他就提到 就是说有些党员 就是当面不说 背后乱说 会上不说 会后乱说 这个台上不说 台下乱说 他也指出 就是说 这个党中在制定 重大的方式政策的时候 实际上有很多的渠道 来听取这个意见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 但是在您看来 为什么这些中共的官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在台上不说 台下乱说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您的分析是什么 首先就是刚才 我们会听到 他这个文件出台了之后 他还用了一套这种 非常通俗的这种 这种口语的这样的段子 来为他的这个 应该说是一个 属于一个家规的吧 家规来这个做一个助教 这当然 首先本身就是 很可笑的一个行为 当然第二点呢 我们就是说 所谓的说这个 会上不说 会后乱说 我想非常明显的是 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 任何的这个 政策制定过的过程中 这个参与不足的问题 它其实不止 这个民间的参与不足的问题 其实对于政府官员而言 他们事实上 有多少这个 可以参与的渠道呢 不管是说这个 包括像那个救世啊 还是说这个 这个喜马会 事实上这些 他跟这个普通官员 他们有任何关 有任何关系吗 或者说他们能够 有任何渠道参与进来吗 他们其实也是参与不了 只是说呢 当有这个 我们用一种非常口语化的一个段子 描述的时候呢 好像强化了这样一个行为的热烈作用 当然它事实上最终 还是没有掩盖掉的 就是说 对于这个国家的任何的政策的出台而言 不仅没有党外民族 也没有所谓的党内民族 然而我们以妄议中央这个东西来出台呢 只需要强调的一条就是要听话 就是希望呢 这个所有的官员呢 一致听从于最有权力的这个人 但不要妄议中央 不要这个随便的去提意见 当然不仅仅是说 这个会后不要提意见 其实会上呢 也不要乱提意见 这个我想插一句话 好 先讲 我想这个其实是很精确的描述了 中国当下 不管是体制内官员也好 还有就是普通的市井民众也好 都是两套价值体系的问题 就是公开是一套价值体系 和一套原说的方式 私下又是另一套方式 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 其实在这个方面都别无两样 所以才会说 台上不说台下乱说 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在官场里头的 那一套价值准则和那套伦理 他们是完全不会在生活当中实践 而生活当中呈现的那个面貌 又不会在官场的环境当中呈现 那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 按照马斯树的这个说法 那你在台上会上当面乱说 就不算是妄语中央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现在问题是 就是你敢不敢当面说真话的问题 你说真话以后后果的问题是什么 那你看从这个49年以后 我们都知道彭德怀说真话 彭德怀倒霉 最后林彪呢 说真话 说毛是一个封建的皇帝 那林彪也倒霉 刘少奇也如此 你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说过真话的人 最后都死于非命了 那个当年的什么战友感情都没有了 就都变成敌人了 谁还敢当面去说真话 那只有一个就是 刚才北风说的 他有两套这个价值体系问题 我当面要说一套 我背后要说一套 再一个还有就是 刚才瑶瑶说 你当面说他渠道是什么 你一个新疆的这个日报的 总编 总编和社长 你怎么可能去参加中央的全会去说 你跟那个中央当面说不着吗 是不是 你肯定说不着 那你背后说 背后说你在自己的报纸上 你敢说吗 因为那个报纸是党报 它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 像西方媒体一样 它是一个自由的媒体 你在上面说什么都可以 是吧 那他没有渠道 他怎么办呢 他就要这个会下说 所以有渠道和没渠道的问题 很重要 这是一个 二一个 他说了什么 我们现在不知道 那他是2011年 他上台了 当了这个新疆日报的党委书记 那10年王乐泉被调走 尽管他跟王乐泉 可能人脉上有一定的关系 那一年他去了新疆日报以后 是张春贤在主政新疆 张春贤跟王乐泉的主政 这个主持这个新疆 有点区别 王乐泉叫刚性 延续王震和王恩茂的那一套强硬 你只要有风吹草动 我就强力镇压 他是主张这个 那张春贤讲 这个柔性之刚 他柔性之刚怎么治 我们最后也没看到 他柔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 就是有一个 他到底什么言论 我们不清楚 你做这个决定 你看到报道里说 主要是可能对中央的 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政策 有不同的意见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 就到此结束 我们非常感谢 视频人士 温元超先生 实证评论人士 法律学者 姚姚先生 以及原纽约时报 中共问题研究